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普京要蛮干,美国警告公民立即撤出乌克兰 美国国务院今天向所有在乌克兰的公民发出一个警告 要求他们立即撤退 因为美国通过一些渠道得到一个重要的情报 那就是在明天,也就是乌克兰独立日 普京可能要蛮干 而且可能会使用大量的巡航导弹 还有所谓的超高音速导弹 来对乌克兰的基础设施,民用设施 以及闹市区 也就是说经常会有人的地方 甚至有外国人的地方进行轰击 有可能造成美国人的伤亡 一旦美国公民在那里面遭到严重的伤亡 那么美国很可能就要直接的卷入战争 所以说美国国务院发出这项严厉的警告 此外,泽伦斯基也向普京提出了警告 泽伦斯基说 俄罗斯讲用丑陋肮脏的手段来攻击乌克兰的平民 这是不能够容忍的 泽伦斯基说 我们会进行严厉的报复 绝对不会让普京的阴谋得逞 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司令 杜鲁日尼昨天告诉公众 说乌克兰官兵自从俄罗斯侵略以来 已经有9000人牺牲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据 不过这个数据跟俄罗斯的牺牲相比 只相当于大概五分之一 因为俄罗斯据乌克兰的统计 目前抛尸在乌克兰土地上的人 已经高达4万6000人 这也说明俄罗斯的战斗力 就是说战斗效率远远不如乌克兰军队 虽然说俄罗斯的人口 大约是乌克兰的三倍左右 三倍多 但是这样消耗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更何况乌克兰人勇于去参军作战 而俄罗斯人则是拼命的逃避服兵役 在俄罗斯有钱人的孩子都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逃避兵役 比如说到外国去留学或是说到外国去做生意去投资 反正有的是办法 普京也好 邵姨谷也好 就是说俄罗斯的高层的将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派他的儿子去当兵上前线 因为俄军地位低下 普遍受到虐待 这也是他们的子弟所不能够容忍的原因之一 另外俄罗斯人都相当狡猾 他们喜欢让别人爱国 让别人去买命 但是他们自己溜至火野 自己要想方设法 享受别人的成果 另外今天俄罗斯境内的别尔格罗德一座弹药库又被乌军集中 产生了爆炸 附近的村民都在猖狂的撤退 猖狂的撤退 这个地方叫提莫诺沃城 这个州长也就是别尔格罗州的州长 解释说村民正在撤退 原因是爆炸 但是这个爆炸是由于天气炎热 所以说弹药爆炸了 这个解释有点勉强 因为我们知道自从开战以来 俄罗斯官方对于他境内的爆炸 总是说这个弹药库是由于官兵扔烟头造成的 好像俄军官兵扔烟头造成了所有的爆炸 这可能是来自克里姆林宫的规定 因为这样一来可以鼓励他们的士气 免得普京害怕 如果这个军火库那个军火库 一个月都能十个八个军火库被炸的话 会影响俄军的士气 会让俄国人以为他们的防空能力不行 拦不住乌军的导弹或者海马斯炮弹 但是我就感觉到奇怪了 如果天气炎热就能搞弹药库爆炸的话 那么重庆我们知道有一个很规模很大的军火库 因为以前二战时期 美国人就在重庆那地方建立了一个当时中国最大的冰工厂 而且这个冰工厂一直被中共后来利用 所以再加上它是属于大小三线的内线城市 也是中共的军火库的大本营 但迄今为止我们听说 重庆那个地方有多处山火石火 另外还有几十条河流干枯 另外还有人被热的冒烟甚至手机爆炸 但是呢一直都没听说重庆的冰工厂发生爆炸 也没听说重庆的那个山洞里面的那些弹药库发生爆炸 为什么偏偏比较凉快的这个俄罗斯 尤其是靠近这个北部的别尔格罗德州 这弹药库怎么会爆炸 由此可见的这个俄罗斯人是扯谎诚信 不扯谎呢他就感觉到活不下去 真是一个可怕的国家 此外呢从这个美国传 从德国传来的消息说呢 德国政府宣布呢提供5亿欧元的武器包给乌克兰 这可能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呢 这个俄罗斯最大的一次大手笔 给了这么多钱 因为5亿欧元能买到不少武器 然后呢 而且德国的武器呢 应该品行而论质量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打俄国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此外呢 这个美国的礼物更大 因为明天是独立日 所以呢拜登大笔一挥 宣布呢额外的给这个乌克兰人 30亿美元的这个武器 我们知道昨天刚刚给了7.5亿 今天又给30亿 这肯定让乌克兰人喜出望外 泽伦斯基呢连声道谢 美国人真的是慷慨大方 美国现在呢 有着这个 这个租借法案 租借法案呢 其实呢 给个几百亿都没问题 甚至上千亿美元都没有问题 因为二战的时候 美国就这样做过 实际上现在呢 拜登总统呢 还没有用完 他那个国会上次给的400亿的限额 因为国会呢 已经同意一笔临时的总数 可以达到400亿美元 拜登现在大概只给了 还不到200亿美元 一般认为呢 可能呢 用不着这个400亿美元花完 俄罗斯就被打垮 因为呢 泽伦斯基今天 在向美国表示 感谢的同时也指出来 俄罗斯的这个力量 已经严重下降 因为俄罗斯的巡航导弹 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 3500枚剩下的导弹不多了 所以说呢 这个俄罗斯 这个就是说呢 继续战斗下去的话呢 就不太可能发射很多巡航导弹了 当然也可能明天呢 他集中发射一下 然后此后呢 俄罗斯恐怕就只有挨打的份了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他居然 这个向习近平拍胸脯 说他已经买通了台湾的大批政要 这时候一旦中共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 这大批政要就会撤硬这个战争 迅速的帮助中共拿下台湾 而且呢 据说呢 习近平呢 是对于这个洪秀柱的担保 深信不疑 就像普京 几个月前呢 对这个俄罗斯特工 俄罗斯联邦那个情报局 第五处的特工 说他们已经买通了 乌克兰的所有政要 到时候只要部队开到基辅 乌克兰军政要员都会纷纷投降 同样的是深信不疑 这个消息呢 是台湾经济日报报道的 但是呢 据说呢 这个几个小时以后呢 迫于内部的压力 经济日报就撤回了这条重要的消息 因为呢 据说呢 洪秀拳要求经济日报拿证据来 经济日报呢 听到的是内部的说法 就是国民党内部的说法 因为最近呢 国民党这个副主席呢 正在大陆访问 实际上呢 另一个理由呢 他就说呢 是看望台商 实际上是向台商去收钱的 讲白了 这个钱很大呢 程度上是中共给的 因为中共呢 会告诉那些台商 给国民党钱 你给了 我们就给你 这个税收上的优惠 实际上 也就是说呢 夏立言 从这个中国大陆拿到的钱 可能呢 实际上是共产党给的 而且呢 比较这个令人正经的是 国民党的这个主席 也支持夏立言的支持采访 很多人还以为呢 国民党这个主席朱立仁呢 已经开始站在 比较反共的历史上 事实上呢 他是民力反案里面 这个跟中共勾结 因为夏立言访问中国 正是他同意批准 甚至推动 并且现在竭力的为之辩护 经济日报呢 虽然撤回了这篇稿件 红球柱呢 大概也不会再打官司 但是呢 在台湾呢 已经掀起了波澜 这个民进党 这个立法委员王定宇 要求彻查此案 要求查清楚 红球柱到底是怎么样 把台湾卖给中共的 这篇稿件 在这篇稿件 我看的 可以看的 非常好 我看的 这篇稿件 这篇稿件 我看的 谢谢大家